首先我们要说啊 为什么近一段时间 一些东欧国家在台湾问题上肢肉化脚 理论上台湾问题呢 跟他们呢 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么隔着这么远 又没有相当的利益的关系 为什么要支持台湾呢 显然呢 这是充当北约 乃至于美国的马前卒 因为我们知道 中美关系一个中国是个底线问题 美国是轻易不敢越这个雷池一步的 但是他不敢越并不代表 他不在台湾问题上动手脚 不打台湾牌 所以利用一些啊 东欧国家来呢 冲撞一个中国底线 来打台湾牌 这显然是美国呀 利用国际舆论呢 遏制大陆发展 然后利用台湾的一个手段 这次本来呢 波兰的外长呢 拉乌呢 到这个立陶宛呢 立陶宛还以为说是能够 跟我们一起 共同的呢 打台湾牌 对中国施加一点压力 但是没想到呢 拉乌到了立陶宛 在这个 双方见面的发布会上 马上就说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这里面啊 既有着这样的一个偶然性 也有着必然性 偶然性是可能让立陶宛 措手不及 怎么这个波兰刚刚跟台湾 是好 转头就变了呢 那么必然性是什么呢 波兰在地区呢 要比这个立陶宛等等的 影响力更大一些 而且呢 中国之间的这样经贸关系呢 也更加密切 中国在波兰有着大量的投资 如果说是干涉中国内政 在台湾问题上 直手画脚 冲撞一个中国底线 势必影响 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对波兰来讲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我们看到 前脚刚给台湾送过疫苗 后脚又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定也是经过自己的反复考虑 和自己的利益做出的一个决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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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